各位官政府在官立委員會 基本一張非常可愛的閱讀起步驟 萌寶情主瓦董 所早對情主帶到心愛的寶貝 從秋季搖、蝦英會本、爬行比賽和抓走 玩得非常開心 觀眾眾人看到這麼可愛的寶寶 也非常開心 青春是更重去進行做爸爸的年代 觀眾眾人感謝財政的北部 將小孩帶到這麼好 以後他們都是國家的希望 北部的辛勞也會轉變成特別的會議 該官人口老化特別嚴重 要看到這麼多寶寶、夢娃 真正是真不簡單 因為真是尚有柔軟的年輕人照 結婚的年齡也越來越高 我會結婚的人也就是不想要有小孩的年輕人也有 最對要看得到可愛的 最對要看得到可愛的小寶貝 就不那麼簡單 閱讀起步驟 夢寶活動是一條尖對 精進親主關係所設計的課程 大人小孩做會算遊戲 就由自替背負跟環境議員的接觸 出動親主之間的親情 侵犯親主之間的關係 王爭良也對著搶頭算上他們尾本 也有請小朋友上台 對著第一跟尾本的製造 單獨演出中民文憲 看到很多年輕的媽媽跟爸爸帶了小朋友來 那實際上從他們的表情就看得出來 每個人都希望望子成龍望里成鳳 那你完美看小朋友在整個爬行的過程當中 充滿了樂趣也帶給大家很多的這種歡笑 那大家知道實際上一個社會 小孩子就是未來的希望 一個社會一個產業或是一個所有地方的發展 如果沒有所謂的小孩子 那他的永續就不可能 所以我們希望嘉義縣 可以變成一個宜居的一個縣分 讓更多人可以來這邊生下他的小寶寶 那可以來這個地方養育他的小孩 我們希望這個未來嘉義縣整個的發展 整個就是為我們的小孩子來做準備 變成是一個有希望的縣分 我想這是未來整個重要的一個發展方向 我們希望大家共同來努力 我正娘說 看到這麼多年輕的爸爸媽媽 帶到小朋友來參加慶祝華東 他真正很高興 尤其小朋友的背景比賽 重玩處比 帶來很多歡樂 小孩子是國家未來的希望 沒有小孩就沒有影響的可能 關鍵方面都是為了這些小朋友的未來做準備 他希望達到自己身為危機的地方 讓這些年輕朋友願意來這裡生小孩 永久小孩 謝謝仙伯恩就來信 各位觀眾彩虹伯登